由于美国的经济期数转差 最近有个消息是美国的投资银行美林 必须要有五个亿的准币金 来维持它的资本充足比率 还有美国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 它需要的基金更多是十五个亿的美金 来维持它的基本充足率 那他们只是钱是怎么样来呢 他们必须要从欧洲从亚洲卖掉他们手上的财产 还有抛造他们的投资 把这些钱调回美国去 去帮助他母公司的这个财务账户 那这样子对亚洲的经济发展是做成压力的 还有最近呢 美元走高美元比较长 那港币是跟美元挂高的 港币也是相对比较长了 那这样内地的一些公司呢 他们是用人民币来结算它的 每一个季度的这个业制 那美元走长 港元走长 那相对来讲 他们挣着人民币的这个收入呢 返还成为港币以后呢 它的收入就减少了 那整个简要的一个流程呢 对香港的压造的市场都做成了压力 好 谢谢 谢谢